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机械描具 机械描具包括后方的方形缺口式道门以及前方的片状准芯 在准芯上面除了非放射性自发光的超级夜光涂料可以在招明条件不利的条件下协助瞄准设计 除了机械描具之外 在套筒下板机护圈前方整合了一条皮卡丁尼战术灯安装导轨 可以安装各种战术灯 激光瞄准器和其他的战术配件用来辅助在各种环境下使用 VP9手枪的材料和结构上面都适应了现代手枪的设计趋势 大量的材料耐高温 耐磨损的聚合物材料及钢材混合材料 从而在保持整枪的强度情况下还能够进行全枪的重量和生产的成本 在握把上面延续了P30手枪的模块化和调节式握把 这个握把成了独特的图层 可以通过三种可供换式后方握把片和三种侧面握把片 来更改手枪握把的形态变化 这些配置已共有27种不同的握把配置 能够让使用者根据自身手厂的大小来调节握把的形状和尺寸 整枪的长度为186毫米 枪管长度为104毫米 含空弹夹的情况下 整枪重量为710克 共弹方式采用10发或者15发 9折19毫米鲁锅弹可拆卸式装排弹下供弹 VP9手枪的枪管 常软HK公司USP系列自动装前手枪的 除以期金钱枪管的设计 枪管内设有6条多边形的右旋膛线 使用寿命超过了9万发 可以说是一款非常坚实耐用的现代手枪 在保险机构上面 跟以往的手枪不同的是 没有设计手动保险机构 而是设计了板机的保险 根据测试 这种保险机构是目前最安全的手枪保险机构 市面上知名的手枪 如格陆霍系列手枪 其实采用这种设计 因为取消了违转机构的进发模式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 应该如何判断是否已经上膛了 VP9手枪的抽壳勾的前部上方 都有红色的标记 当膛室已经处于打开状态之时 抽壳勾的前部向外突出于套筒的表面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醒目的红色标志了 就知道你会发子弹在膛室内了 而在机构的尾部也涂了一个红点 当机枪处于待机的位置时 尾部就会突出于套筒的后部 这样 一眼便能看见一个红色的点 就可以作为机枕是否准备待机与否的直视器 目前 R7KVP9系列手枪 已经在德国各个部门服役 利用版本单价在710美金左右 整枪具有极佳的人体工程器的设计 设计的后座力和稳定性也非常出色 它是德国手枪技术的典范机座 好了 本期的武器档坛就到此结束了 更多精彩的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 武器档坛获取 我们下期见